我們請周志平老師請講評 不好意思 這首歌是我寫的 所以 今天是周老師的歌 因為這首歌真的不好唱 我自己 我自己在 如果狀況沒有到百分之百 我自己都不敢唱這首歌 那因為當初寫給劉德華唱的嘛 所以腦袋裡面 有一樣的一個 這個印象 就是說 如果說他在 電影裡面唱 多半是演那種 黑到大哥啊 然後最後身中數十槍 倒在愛人的懷裡的時候 可以把這句引出來的那感覺 所以在唱的時候 你如果說腦袋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感覺的話 那個氣勢可能就 會做到 可以做出來 那今天建復表現得相當好 尤其是 他在 這個魔術表演 到最後是自己參與 不但是參與 而且自己表演了 這個魔術 這個是 整個的 這個環節裡面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部分 很棒 謝謝 周老師 就是周大師 喜歡太多的歌 剛剛那首歌是 鄭中基的 對 他寫給我 給張國榮的 劉德華的 胡瓜的 哇 都是 都是天賦的 舉起跳 天王族的 天王跟 綜藝的天王 是 丁曉雯老師請 好 建復今天 卯足樂盡 這個歌我覺得今天 成功的地方是 歌名叫 我和我追逐的夢 然後魔術 其實就是一個漂浮的夢 哇 我覺得這個印象 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主角 建復 今天非常 投入在這個歌的情感裡面 其實我們剛剛也知道 一路呢 幾位表演者下來 當魔術師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焦點會被分散 但是建復這一組呢 我覺得有把焦點 抓在自己身上 就是跟魔術師的互動 這個部分 雖然不多 但是我覺得其實 畫龍點睛就夠了 包括最後自己還有一點 飄花出來 我覺得都很漂亮 所以對我來說 今天整體來說 我覺得建復今天的表演 很成功 黃靖老師來了 今天喔 建復喔 就彷彿是台灣天王 哇 真的 而且呢 你把這首情歌 提升到一個 有質感的情歌 如何把魔術跟歌曲表演 融合在一起 其實我從頭到尾 我聽到建復在唱這些歌 都是非常的細膩 而且建復今天用了一些 新的方式在唱歌 氣音對不對 你有幾個地方是 靠你那個氣音的情緒 在撐那個尾音 有一句非常的好聽 任風帶我停停走走 喜樂和哀愁 今生不能有我 人風帶我停停走走 這個你在第一段你就把它表現 就是你在第一段你就給它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氣音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歌曲裡面 你自己很用心 而且這個也暢繞讓我們都聽到 所以我很肯定 好像 心目中的冠軍又要回來了 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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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啦 非常緊張啦 這個大家都唱很高啦 兩個90.6 一個91 那他到底幾分 又記上黃牌 這張黃牌今天會貼到誰的身上 有點緊張啦 到底建復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台灣天王王建復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還有沒有 我只要有小數點就可以了 有了 有了 恭喜得到91.8分 我預測成功了 Yeah 好 你好棒 91.8 成為我們今天現實要過關的門檻了 首先要把你的黃牌拿掉了 恭喜王建復 黃牌歸零 所以我們要從他身上 拆掉黃牌 對 對不對 那這張黃牌要給誰呢 我 好 沒關係 在評審做決定之前 我們先來票箱抽出一個觀眾 是 評審想一想 你們在我投票 到底芳欣還羅平呢 我們先讓觀眾 先享受一個得獎者 是 所以建復裡面抽出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獎金3000元 好 我想 你 建復跟你們兩個沒事了嘛 對對對 你們先休息一下 好好好 我們先回座 所以他們兩個都很厲害 我們評審自有判斷 我們要聽聽 我們要不斷評審的想法 聽曉雯老師你覺得呢 對啊 我們覺得 好難選擇喔 因為雖然兩個人叫平分 但是是平高分耶 對啊 很高 不是平低分耶 我覺得觀眾也會覺得說 評審會不會太殘酷了 對 可不可以 先等 衛冕者 慘然 因為如果衛冕者連這個分數都打不到的話 我覺得黃牌應該給他 哦 你這個建議好 我是很想替他們求情 但是節目有節目規定 那就壓到後面你比賽 如果你是90.5 那就直接貼你 他兩個沒事 他這是雙重打擊耶 沒有啊 他如果贏過王建復 他衛冕 這兩個還是要處理一下 這個是要鼓勵 激勵的 沒錯 為了者要有這樣的自信 說我一定可以啊 我們是民主時代 如果通過來掌聲鼓勵一下 好 既然通過 現實就在這位 在後面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進行他的比賽 是 那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百萬的 高手組 來 我們看上週他們精采的回顧